这个符号123加4 大家来听 然后说英文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只要你听到人家的英文句子 思考到123加4 把对方的句子切成一截 你就可以轻松地听懂英文 现在我们很快地来听这两个英文句子 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 对方讲得太快了 粘在一起根本听不清楚 字呢? 想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对方就讲下去了 然后也许你听懂几个字 可是整句就是听不懂 我们听听看 好的 对于听力好的朋友 你会觉得他讲得清清楚楚 而且速度也不快 可是听力不好的朋友就发觉 哇 沙沙沙沙的 大概就听到一个TV TV Watch TV 他到底在讲什么呢? 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 如果各位看到他的字出来 你就会发觉 其实有时候很生气 字你都看得懂 为什么英文一听就听不懂呢? 各位看这第一句 What can parents do? 父母亲能够做些什么事情?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去防止他们的孩子呢? 阻止他们的孩子呢?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去不要看太多的电视 还是看太多电视了 爸爸妈妈能够怎么做 来阻止他们看太多的电视呢? 这就是他要问的一句英文 是啊 这就是好多的朋友的一个苦恼啊 自我看得懂啊 意思我都懂啊 为什么一听我就听得 这个迷迷糊糊的 等一下我要回应他 我就更吃力了 所以好多的朋友 读写没问题 听说吃力的不特了 即使你程度不错了 单字量背的很多了 照样听不行 说不行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怎么补救呢? 怎么样快速的增进 我们的英文的听力呢? 难道说就像以前一样 听不懂就听听听听听听 从早听到晚 各位从早听到晚 十年之后你还是听不懂 我放德文给你听 我放法文给你听 你听了十年 你还是听不懂的 也许就是那两三个字 比较熟悉一点 也许就是听懂那两三个字 你还是听不懂的 但是英文是有技巧的 这技巧是怎么样子 来加强你的听力呢? 回复刚才的问题 太快了 听不清楚 字粘在一起 听不清楚 然后那个字啊 我听到了 我想一下 我不是马上能够反应 我想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结果人家就讲下去了 你就来不及了 所以前面三个 基本上都是在声音的反应 第四个 那相反的 字给你听懂了 你为什么整句还听不懂 那就是文法思考的问题 怎么办呢? 这就是各位朋友 如果有幸 听到我们的这个教学节目 希望就立刻改变你的学习方法 立刻让你英文进步 让你有成就感 第一个 你不是光听啊 你听了十年 你还是听不懂 第一个 你要反复念 反复念 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刚才的三个问题 都在这个声音的问题 人家念得太快 人家字都黏在一起 因为人家熟悉 人家是母语 或者是人家常常说 所以说得很快 那你要是都不说 你都不念 你光听 人家的声音 就是黏在一起 就是很快 那么你就会反应来不及 所以你自己念念念 每一个都是像声音档 存长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刚才的parents 你不是P-A-R-E-N-T 不是父母的中文 你就是parents 他英文 你也英文 他声音 你也声音 这个样子 你就解决了前面三个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整个句子的问题 我相信 几乎大部分的朋友 听英文都是听字 而不是听句子 所以你听到字 你当然听不懂句子 因为你的着重点是那个字 而且有时候那个字 还会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你会被它弄得糊里糊涂的 你要在你的听力练习之前 先建立着123加4的一个观念 所以各位朋友 你要念 你要懂它的结构 它为什么会一小节一小节 这样子粘在一起的 这样子的念出来呢 然后你再去反复听 这三个动作 反复的 重复 听了 我懂了 我念 念完 我懂 我要听 听完再去念 反复念 反复听 这样子你的英文的听力 快速就能进步 我们好快的 来回去刚才那两个句子来听 各位听到了吗 它似乎都是一节一节念出来的 它在这个地方做了一小节 它在这个地方做了一小节 首先如果你能把这一串的 一大排的英文字 变成一小组一小组 英文就容易听得懂了 首先它说的是主词动词 叫做一二 parents do 父母亲做什么事情 what can parents do 这是一二 然后三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去防止他们的孩子们 防止他们的孩子们怎么样呢 四 from 不要watching too much TV 不要看太多的电视 所以照我们刚才的方法 三个动作 第一个你要念 第二个你要懂 第三个你在听 所以念 what can parents do 这是一节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去防止他们的孩子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不要看太多的电视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各位就是这样子 一二三加四的思考 在你的脑海之中 你的嘴里 脑海里又有声音 你的听力 就能够越来越快地进步 不要忘记 对方的声音很快 你要比他还要快 所以你念的时候 念得更快 what can parents do to prevent their children from watching too much TV 越来越快 越来越熟练 do you agree that watching too much TV is a waste of time please explain do you agree that watching too much TV is a waste of time please explain a waste of time 是不是这样念的 一节一节的念出来的 一样的道理 它在英文叫做 一二三加四 我们来做简单的六个符号的分析讲解 先懂了 再来念 再来听 do you agree that watching too much TV is a waste of time please explain do you agree 这是一个标准的用法 叫做问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同意啊 各位在你听英文之前 你说文法不重要 你问法不重要 你的脑海之中就没有一个网子 就没有一个架构 你听英文就是乱抓鱼啊 你根本抓不到 但是有了网子 你就清清楚楚 人家前面放什么 中间放什么 后面怎么放 什么连在一起 什么分开 清清楚楚 你同意什么事呢 就是后面这件事情 什么事呢 let带出来一个子句 各位看到 我们的子句 在你心中 就是一个中化 我的一个形象 这后面 整个带出来这件事情 什么事呢 子句里面也有 一二三加四的观念 watching too much TV 看太多的电视是 是什么呢 a waste a waste是浪费 of time 时间浪费 各位看到 它会这里一小节 这是借词加名词 又是一小节 所以它会变成两块 a waste of time a waste of time 这样子你就可以 抓住它的节奏 然后你再来听它 就容易听得懂了 最后它说 你呢 please 你啊 请啊 explain 去解释一下 这个原因 现在你再听一下 我们示范了上面两个句子 也解释了你们听不懂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一样 半斤八两 就是这些问题 一个是声音的问题 一个是句子整合结构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们怎么办呢 第一个当然是念 反复念 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我们还要加上 123加4的思考概念 然后不断的念 我懂 我听 这个样子 各位的听力 就可以很快很快的 能够进步了 回到我们的基本关键 不管各位是听说读写考试 面对都是句子 句子里面就是单字 你要有声音 你要有英文思考的能力 你把英文学好 就是声音 加上你的英美人士的思考 也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 123加4 完完全全了解 英文句子结合的方式 这样子再配合你的声音 你再去听英文 就会如虎添翼 所以我们的六个符号 是学英文的步骤一 各位把这个步骤一建构好 不管你的程度是初级中级高级 你把这个架构建立好 你再去回到你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原来的学习单位上面 再去学你原来的东西 做你原来的事情 你就发现你的听说读写运用都很棒了 而且你的考试一定考高分 司令人录像中级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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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